新北市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 现在是运用科技来治水 新北市长侯友一而日前在市政会议上表示了 5年来改善了16岁共82处的激烟水情况 高潭地变身为休闲好去处 几条过去被人诟病的大海水沟 现在是化身为清水市本基地 不论是板桥南载沟或者中河藤辽坑沟 新北著名的5条脏乱臭水沟如今整治有成 已经是都市里不可或缺的优质生态环境 新北市近年来在治水防汛还有清水政策上 一改过去的负面形象 在整个水环境的过程当中 可以好好利用我们的淡水河系的新电溪大汗系 创造更多的修学 我们的观光让孩子们以及全民共融在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们新北市在治水的过程当中 不但改变以往恶民的臭水沟 让他们变成一个优质的生态 多元兴物的一个环境以外 也让很多高潭地公园变成水环境 最优质也可以让大家共融的好地方 防洪治水工作的急迫性更是深受极端气候影响 水利局长宋德仁在市政会议上做专题报告时表示 利用监测器的影像训练AI来侦测 辨识监视器所在的街道是否强降雨 实时监控预报未来两小时可能激烟水的情况加强防范 新北的防新机制大概是全国最完善的 那我们大概就是超前部署 我们大概11点的雨量资料 我们就会做一些包括抽雨站的预抽 包括人员到位包括设施检查 那再来灾中的话 我们会利用我们的自卫防新平台 整合我们的淹水感测雨量站 包括那个下水道水汇机 我们可以掌控新北最快最新的水情 那我们可以做即时有效应变 大概比以往可以提早1到2个小时的时间去做处理 新北市在永续环境中改变了都市形态 期盼解决水的问题 从5年内解决82处积烟水 再到提前预测致灾可能性 在防灾工作上分秒比真